他也气风 这俩人同一天可以看信了 也挺戏剧性的 在这里面的过程中 请准备吃饭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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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早的 那他应该是看过的 对 面�鸡 你 strategically 추가 都变得下 你知道吗 repeated 周飞 前面 1个 我最好 就是 guiding entrar 其实这几封信的含金量 都没有王贝写给 西游的那一封 西游的那一封 对不上了发现 少了一封 他没有找到今天的 那今天的肯定 就不是给的他嘛 反复确认 反复确认 我的天 很敏感 很敏感 他真仔细 很仔细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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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蜡烛 燃烧过的香薰蜡烛 前任送的 这个香薰蜡烛 是个很中性的味道 但是他要送别人的礼物 也是一个香薰蜡烛 所以到底代表着什么 这个香薰蜡烛 这是不是也是得问 这也得问 味道是跟记忆连的 最紧绣的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回忆 那就是真的得 这个确实真的得问 很难猜很难猜 来 哎 怎么 空吗 你看一直也没有机会 好好沟通一下 然后我想找个机会 好好沟通一下 你有空吗 嗯 嗯 现在两万多 那 以后 我 现在两万多 我没 是 我 你看我这里写的是什么 我写清楚了 大院长 扭上去看那个什么了 我没有啊 你不是欺负了吗 对 我可以穿上去 不是 你可以看那个 我不知道 先去看看 好 加油 加油 要求您 Shimek 不是恋爱吗 怎么变病 基本杀下来 来 搜正你现在 硬核推理 我 没看懂 就是这样一个直观的我是看不懂的 我今天写给你 你写了什么 没有 我只是觉得你快到气风了 然后想让你快点看到你想看的东西 怎么这么失落 我的爸哭了 我看我这里写的是什么 写清楚了 好 好 好 我先上去 你好 在 聊一聊 聊一聊呀 好啊 好啊 去楼上吗 好 好 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 他在聊天的时候 也是在和贝贝聊天的时候 你想知道我怎么想 你先说 你不说我不说 刚才选剧本的时候 沙老就一直在说 看看这半小时干啥了 就盯着那个字一个一个看 来确认 包括他的细致 他不是马上拿出手机 根据日历来 一点点对 他是个细致人 很单纯 很细致 第一是贝贝给他写的信 没有他想的那么多 第二是信里面的含金量 没有他想的那么高 而且这不刚才又重创了 这是眼睁睁地看到的 发生在眼前的 你不要看他的年龄 其实你换一个角度 就是俊良在内心很小 很单纯 是个很简单很小的一个 你要是把他换成个 小男孩思维 是不是就能理解了 你就理解不了了 对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 这些东西都是 让他成熟的财富 加油吧 终于集满了戏风信 你看我的那个 对 它是一个燃烧殆尽的香薰 所以为什么会用他呢 就是因为 因为过去是嘛 所以就是燃烧过的嘛 然后 然后 然后其实 其实我送礼物选香薰也是因为 我觉得香薰还蛮治愈我的 它代表的是 一段回忆跟一种状态 会议要重新开始 好像有点出不懂的 你对于这个香薰的定位 我其实有一点搞不懂 就是 我觉得现在状态有点复杂 就自己有的时候也比较苦恼 比如 比如 刚才也查了七封信 其实 有点复杂 是吗 心情 对 有点想不通 想不通什么 想不通啥 想不通你 怎么了 你说嘛 你可以去说 为什么没有给我写信 就 我总感觉 说没关系 可能是我 自己 自作多刑了 自作多刑了 不是 我刚开始写信的时候 其实没有 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我没有盖到那么多信心 感情中的时差也很可怕 也就大家的时间差不一样 在面对俊梁说 我是不是自作多刑这句话的时候 他没有给出 否定 对 他顺着说下去了 他在解释现在 我不知道我现在想要的状态 跟你想要的状态是不是一样的 你想要什么状态 我想要 就是让人有 安全感 然后有安定下来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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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还是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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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爱 对对 他肯定不是他的选择 不是他要爱的人 对 有东西 我真的很好奇 我本来跟他下去想找到你的 结果看到司机在跟你对信 哦 对 他跟我问了点问题 他跟他聊的时候一直就是 那种躲避似的 很挥避的肢体语言 你不知道我今天早为什么起晚了吗 太困了 因为我六点就起来了 为什么起那么早 因为要守着剧本 我们六点半才可以抢剧本 太拼了吧 不知道值不值得吗 目的性有点强 就是目的性有点太强了 我谁都同情 当CEO 磨磨叽叽的时候 我同情他 当李俊良用了自作多情 这样的词来说自己的时候 我也同情他 但是如果真的是爱 爱里面没有同情 就李俊良的行为能理解 也能 感受到他的想法 唉